今天我们要聊这周末的一个热门话题 美国信用评级被展望负面 是的 你没听错 美国的信用评级又遭到了国际评级机构的质疑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什么是信用评级 信用评级是评级机构对债务人偿还债务的能力和意愿的评估 信用评级越高 说明债务人的信用风险越低 借钱的成本也就越低 相反 信用评级越低 说明债务人的信用风险越高 借钱的成本也就越高 信用评级分为多个等级 其中最高的等级是AAA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3A评级 拥有3A评级的债务人被认为是最安全 最可靠的借款方 那么美国的信用评级是多少呢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 美国的债务主要由美国政府发行的国债组成 美国国债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最安全 最具有流动性的资产 因此美国一直享有3A评级 不过这种情况在近年来发生了变化 在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中 只有穆迪还给美国保留了最高的AAA评级 而另外两家评级机构 惠誉和标准普尔都已经将美国评级从AAA下调至AA加 这意味着美国面临着失去最后一个最高信用评级的威胁 为什么美国的信用评级会被下调呢 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美国的财政状况和债务前景引发了担忧 二是美国的政治分歧影响了财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我们来分别看一下这两个原因 首先美国的财政状况和债务前景引发了担忧 美国政府在应对新冠疫情和经济衰退的过程中 大幅增加了财政支出 导致财政赤字和债务水平急剧上升 同时美国的利率也在上升 增加了债务的利息负担 目的预计到2033年 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负担将从2022年占GDP的96% 提高到120%左右 而利息支出将从2022年占财政收入的9.7% 上升至约26% 这些数字都远远超过了其他三位评级国家的水平 显示了美国债务负担能力的下降 其次美国的政治分歧影响了财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美国国会内部持续的政治两极分化增加了风险 吉利届政府无法就财政计划达成共识 以减缓债务负担能力的下降 近期美国国会两党就新财年的财政拨款问题 展开激烈博弈 为避免政府停摆 美国国会在最后时刻通过了一项短期支出法案 为美国政府提供资金至11月17日 随着现有短期才正按到70点的临近 美国政府关门风险也再度上升 这种政治僵局不仅影响了美国的经济稳定和增长 也削弱了美国的治理水平和国际信誉 那么目的将美国评级展望调整为负面 对美国和世界有什么影响呢 一方面 美国评级展望的调整 对美国的借贷成本和市场信心都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美国评级展望调整的消息公布后 多期限美债收益率均有不同程度的跳涨 这意味着美国借钱的成本将会上升 从而增加美国的财政压力 同时 美国的信用评级也可能影响美元的汇率和美国的国际地位 如果美国失去最后一个最高信用评级 美元的吸引力可能会下降 美国的软实力也可能会受到损害 另一方面 美国评级展望的调整 也对全球的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带来了挑战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 美国国债是全球最重要的避险资产 也是全球许多国家的外汇储备的主要组成部分 如果美国的信用评级下降 可能会引发全球的资金流动和市场波动 对全球的金融体系和经济秩序造成冲击 因此 美国的信用评级不仅关乎美国自身的利益 也关乎全球的利益 那么 美国能否避免信用评级的下调呢 这取决于美国政府 能否采取有效的财政政策措施 来减少政府支出或增加收入 从而降低财政赤字和债务水平 同时 美国国会能否克服政治分歧 达成财政计划的共识 以减缓债务负担能力的下降 这些都是美国政府和国会面临的严峻挑战 也是全球关注的焦点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美联储的加息 日本央行的退出负利率政策 以及明年的市场前景 这些话题听起来很枯燥 但其实都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所以请大家耐心听完 说不定能有所启发 首先 我们来看看美联储的加息 大家都知道 美联储已经加息了好几次了 但是最近因为一些国际事件的影响 它又推迟了一次行动 这让很多人感到困惑 美联储到底还会不会加息呢 其实 这就像是一场博弈 美联储要在经济增长和通胀之间 找到一个平衡点 同时还要考虑全球的政治和金融风险 所以 美联储的加息并不是一条直线 而是一条曲线 有时候会加快 有时候会放慢 甚至有时候会暂停或者倒退 这就需要我们有一个长远的眼光 不要被短期的波动所干扰 而要坚持自己的判断 那么 我们怎么判断美联储的加息呢 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看美国的国债 国债是一种无风险的投资 它的利率反映了市场对未来的预期 如果国债的利率上升 说明市场预期美联储会加息 如果国债的利率下降 说明市场预期美联储会降息 那么 现在美国的国债利率是多少呢 根据最新的数据 美国十年期国债的利率是5.2% 创下了近十年来的新高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市场仍然对美联储的加息 有信心 而且预计加息的幅度会比较大 这也意味着 美国的经济仍然很强劲 通胀也在上升 所以美联储必须采取行动 以防止经济过热 但是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美国的国债销售情况很差 按理说 如果国债的利率高 就应该有很多人去买 因为这样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 但是事实上 美国的国债发行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很多投资者都不愿意买 甚至有些一级分销上 只能自己买下来 以免造成国债发行失败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 虽然国债的利率高 但是国债的价格低 国债的价格和利率是成反比的 如果利率上升 价格就会下降 反之亦然 所以如果投资者买了国债 就要承担价格下跌的风险 这样就会抵消掉利率的优势 而且如果美联储继续加息 国债的价格还会继续下跌 这样就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所以很多投资者宁愿观望 也不愿意冒险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美联储的加息到底能持续多久呢 如果加息的速度超过了市场的承受能力 就会引发一场金融危机 这样美联储就不得不停止加息 甚至转向降息 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多次 比如2008年的次贷危机 所以我们要密切关注美联储的政策信号 以及市场的反应 以便及时调整我们的投资策略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日本央行的退出负利率政策 大家都知道 日本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 但是它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长期的通缩 通缩就是物价下降 听起来好像是一件好事 但是实际上是一件坏事 因为物价下降 就会导致消费者和企业都不愿意花钱 而是选择储蓄 这样就会抑制经济的增长 造成经济的萎缩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日本央行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比如实施量化宽松 也就是印钱 以及实行负利率 也就是存款到银行不仅没有利息 还要支付给银行额外道费用 这些措施的目的就是要刺激经济的活力 让物价上涨 从而摆脱通缩的困境 那么 日本央行的这些措施 有没有效果呢 从最近的数据来看 似乎有一些效果 日本的物价指数 已经连续上升了几个月 虽然还没有达到日本央行的目标 但是已经有了一些进展 这让日本央行有了一些信心 开始考虑退出负利率的可能性 前不久 日本央行的一位钱理事就表示 如果日本经济能够应对海外的不确定性 日本央行最早可能在明年1月结束负利率政策 之后将继续上调利率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 说明日本央行已经准备好 转向更为中立的政策立场 不再像过去那样大幅放水 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这意味着 日本的经济可能会有一些改善 日本的货币也可能会有一些升值 这对于我们的投资 尤其是对于日元的投资 是一个机会 最后我们来看看明年的市场前景 明年是2024年 也是一个奥运年 大家都知道 奥运会是一个全球性的盛事 会给举办国和参与国 带来很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这是我们可以提前布局的一个点 关闭能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